《新中国》 在天安门的东西两侧 新修的管理台正在施工 每到周末 家住东丹三条的一对父子 都会乘坐公交车 往返在长安街上 从这座新中国最著名的 地标性建筑面前经过 这是34岁的汪曾祺 每星期固定的一项家务 接送三岁的儿子汪朗 去西丹北大街的寄宿幼儿园 礼拜六的晚上接 然后礼拜天的下午送 平常都住在那个幼儿园 我们从小就是寄宿啊 我的印象里就是 我上幼儿园 就是接送都是我们家老头 我妈好像老说是忙还是什么 反正好像这事就是 就是她的事 这里头全都 你看这是改成这 我们那幼儿园应该是那个门 原来应该比这还宽一点 那一个是四个院 里边有一棵大地树 有一架葡萄 挺讲究的 你看这里头都成什么样的 进去吗 看一眼吧 他给送到那儿 然后到别以后 他就往往那个 那个那个外走 就看见那个 那夕阳就照着他那身影 给拉一个长长的那个 那个那个影子 这这还是 老物件 那老头那时候 就给我 一般就送到这儿 他不进去 然后他就走了 我就坐在这个 这个门堆上 看他往那边 一步一步从这儿 一拐出去 那时候就觉得 那心里就觉得 能不能放置 那船 不抵达 能不能放置 那我 其实 那我 不得 那就是 那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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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唱唱杂志的编辑部 他在这里给老舍和赵树里当编辑部主任 已经有四年的时间了 当年同在北京市文联工作的作家邓有梅 清晰晖的记得汪曾祺当时的样子 清晰 在说说唱唱唱杂志的编辑部负负责日常工作 1954年 这不是汪曾祺这不是汪曾祺第一次得到如此赞誉 早在1941年 21岁的汪曾祺就读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时候 他的老师沈从文就已经断言 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 很有几个好的 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可是汪曾祺已经很久没有作品文士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京 我们光荣的首都 当我们伟大祖国以健康的步伐 壮阔的规模 是一个大众刊物编辑的常态 更何况汪曾祺面对的作者 更是三角九流形形色色 既有张恨水 还珠楼主一类的通俗小说家 也有解放后才刚刚扫盲的工农兵干部 那是一个人人都对新中国 又唱不尽的歌 说不完的话的时代 他不仅没有时间继续写他的小说 也没有时间每天陪在儿子身边 他更没有时间回故乡去探望父亲 他什么也没有告诉他的孩子们 他不讲 我们甚至于不知道他的家在哪 他不说 在我们小的时候他从来没说 他家里是怎么回事 那个家庭状况是怎么样 然后还有还有些什么人 一句话都不说 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讲究什么 阶级出身之类的 他又是一个地主兼什么工商业主吧 所以觉得这个可能对家里 对我们影响不好 或者什么 真是从来没听说过 1954年 汪曾祺已经七年没见过父亲汪淡如 已经离开故乡高游十五个年头 已更远以为akis 这个是很远的 这些比较高游十五个年轻人 走向那心 中从 Cruz 他们不知道 转发 超误 行贴 与打 就在前面还有个十米,十五米 这个地儿是原来王家一个最柴的地方 最柴草的地方 这是我的姑姑和姑父住的地方 这是我的一个叔叔 在这儿呢 正好在这儿,你看看 你看我们俩像不像,你看看 原来我,我岁数还小的时候 他说这个是老头儿的那个翻版 现在说我,还也有点像了 我们俩在一块儿呢,还是他更像一点 我生涯的时候,他是十八岁 我们个王家的年始,真正的年始 是在半年之后 半年之后,没有任务年始 你要看他那个老头儿 早期的就是他,包括他填的一些那种 各种的表,然后家里的情况 这就是说他父亲叫什么什么 多年没联系,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也确实也,可能是真的 也可能就是,怕惹事 人家那个,原来我翻出来一个信 就是上面写什么曾祺什么什么 他底下写淡如 而我说这淡如是谁啊 就特别就有一封信 然后我爸他淡的就是那种 我父亲 汪曾祺对父亲的感情很复杂 至少在1954年 颇有点五味杂陈 到了晚年 1996年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 提起父亲汪淡如 才真正是多年父子成兄弟了 哪些人见过一个最大 哪个一个是我父亲 我父亲这个人 是我一生大陆所见过的 我认为是最聪明的人 他不但什么新奇术和什么这些 而且他这个人一直都喝了晚点 还保留他的同心 我父亲比我有一个出息 他不但那个画画 刻图章 他还要是 在他们那个学校 那个时候那个学校 就是救治中学 救治中学的运动员 他是踢足球的后卫 而且是江苏省的全省运动会的 撑杆跳的冠军 江苏高游是一座古老的水乡小城 承熙如王夫差开凿的寒沟 途径此处向北延伸抵达淮河 高游人叫他李夏浩 高游的汪家传导汪曾祺 已经是第九代 世代积累的财富 在汪曾祺的祖父汪家勋手里 达到峰值 汪曾祺从小生长在一个 拥有二百多间房产 和独立花园的大展租 我父亲落山了 这里人家都成长山所以了 他后来到的结婚后就生活了 也很麻糊的很 因为真是条件实现了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呢 当时他就往前去啊 当时工资拿得满高点 只不过只不过一个月了 他每一个月都 因为我们之中都小 我们都上了学 每年每个月就四十块钱回来 就是从他的工资里拿四十块 当时四十块钱很有钱的了 去给我父亲替补家用 后来他父亲不在了 就给他姐姐姐 因为这就是 就是他的那些兄弟姐妹中 这个 这个 这个姐姐是跟他是一母所生 所以感情上更亲一点 这边是一横爹 然后那边 走走走走 这就是汪娘 所以说不定要他老地主吗 所以这边就是人家了 然后这是他的院墙的 然后这是这块 这这块 往那边走 这临街的不全是咱们家的吧 有的是的 小心 因为大闹那边去了 拍了 拍了 那边改造了 汪曾其小的时候 祖父经营着高游 两家最大的重要房 保全堂和万全堂 还有高游最大的布好 童何昌 后来他那篇著名的小说 《易丙》就来源于小时候 在保全堂看到 听到的故事 从这里向南七十公里之外 是名称扬州 是当年汪家采办棉布的地方 而距离北京将近一千公里 1954年 汪曾其动了念头 想把父亲接到北京 见见世面 可那时的高游和北京之间 并不是简单的山摇水缘 这位王仁慈曾经啊 想把他父亲接到北京去 过一段时间 他说老人呢 到北京呢 见见世面 他说老师在高游这个小城市啊 不行 他认为他父亲啊 他认为他父亲啊 是个有成绩的人 想跟他啊 接受什么 喷嚏色啦 这些这个江灶虎啦 他们去画家 他就让他跟他们去做 他的这个就不痛啊 他这个人 本身是独切独义 诗书情话 样样齐全 他的画很好 从某种意义上讲 他的画超过王仁慈的画 就是没明白 不这位王仁慈是大名人啊 所以就是王仁慈的画 是名人画 北京市的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 已经全部公私合营 踏进了社会主义的大门 这个被汪家兄弟 一直在内心里钦佩尊敬的父亲 也是个实实在在的地主 在1954年 红红火火的社会主义 三大改造运动中 是被改造的对象 王仁慈想跟父亲重聚在北京 想成就父亲一世化名的念头 也仅仅是一个念头罢 王仁慈颇有些郁闷 她想起了饭禁 她想喝酒 喝酒 为这个打架我妈跟她 她喝酒的时候吧 拿那个 我特别想让她拿筷子蘸 白酒 站了就放到我舌头上 就这样 然后再大一点的时候 逛酒馆 她也带我 别的就印象都没有了 只有一次晚上睡得迷迷糊糊的 喝得烂醉回来 让我妈给臭妈一蹭 然后到那儿就哗啦哗啦吐吐 然后我妈就在那儿大叫 王仁慈 我要跟你离婚 这比较好啊 哇 你们这折腾 把我这过去多少年的全都给 那个记忆全都给划了出来了 嗯 没有人知道汪曾祺 有没有把接父亲来京的想法 告诉妻子 在一个好朋友黄商的眼里 那时的汪曾祺很有些落寞 1954年 与妻去京才匆匆见了一面 不记得在一起喝酒了没有 她在边说说唱唱 会有点落魄的样子 而在另一个好朋友黄荣裕的眼里 汪曾祺却是另外一个样子 曾祺有点相望于江湖的意思 另一方面工作的实在好 地道的干部姿态 因为时间少工作忙也想写东西 甚至写过半篇 关于读齐老化的文章 没有想象力没有曾祺 她自己不满意 我看了也不满意也就完了 没有人知道汪曾祺心里怎么想 更没有人知道 她什么时候动了心思 想要写一个京剧剧本 泛尽终局 人家过去那个 写这个剧本的 就特别是京剧本 就打本子 就是首先说 你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情节 另外你要考虑到 这个是适合哪个演员演 然后再说哪个唱段是能够出彩的 她是从这个倒过来写的 她是不管我写写了 你那也不演 我把我的这个主张 我把我的这些得意的东西 我放里头就行了 你不演 我对我来说也没什么 她都不熟悉 剧邓友们的回忆 当汪曾祺拿着装盯好的剧本 给他们看的时候 脸上是恶作剧一样的表情 她说 闲着没事我写着玩 弄了个这个 你们谁想看看顺带节目 你不要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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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出老生戏 也是四大徐生之一的西孝伯 在1949年之后 唯一排演的一出新戏 在犯进重举被西孝伯判重 搬上舞台 并成为西派代表剧目之前 老舍的剧品先到了 我衣服来一次 你帮我进去 我赶紧 那是一个私下的场合 借着一点酒意 老舍对汪曾祺说 你的那个犯进重举 没戏 没戏就是说的 你这玩意 他没有碰撞 不出彩 我觉得是从这个角度来说 不是说的 这写的好不好 或者文学水平怎么样 因为老舍的东西 他是他知道 他怎么去营造这些动物 这个冲突 老头这方面确实是 包括不是他 不是老舍一个人 包括那个 那个那个 当时的一些 就是搞个细致创作的 搞个细致创作的 都说他的那个本子不好演 人要住 不要飞 人要捧 不要吹 人不吐 是穷鬼 不不飞 烟火腿 他特别的他不赞同 是那种刻意的去营造这种 这种矛盾和创作 所以他用写小说的笔法去写这些戏剧 他就看着就散 就是可能呢 就说的那个案头剧本看着很漂亮 但是一演起来就 他们叫叫温 汪曾琪笔下的《范金钟》剧 并没有改变无镜子的人物基调和故事走向 他只是在故事发展的过程里 为每个出场人物都设计了符合人物身份 和性格的台词 使得整个故事一装一携 充满生机和趣味 在故事一装一携 为啥无疆 这个词雅一身的剧本不仅吸引了西校国 也获得了北京市戏曲绘演剧本一等奖 貌似随意的游戏之作 其实完全是汪曾琪的童子宫 他来源于小时候在故乡花园里 父亲操琴 汪曾琪扮青衣 学唱封河湾 霸王别姬的日子 这些事情呢 光听说 汪曾琪扮青衣 汪曾琪扮青衣 以前在年轻的时候 上学的时候回来 各个夫人同志和酒同志协议演降低了 他们这个有的时候 我这个大哥爱识问警局 大哥就唱他就拉夫琴 就在后面的幻听 ту不可能我一天 都封中国不可能 这些地方 煮上了 都不可能 就在争护山诞了 要是这么大的 也乱高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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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低的 到达大单 那不可能 您没有就是 发现的那一天 作词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